马英九4月1号将要到大陆去访问 隔回陈建仁就说要马英九 在习近平的面前主张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马办执行长萧续成就立刻回旗说 陈建仁的言论是 等于是宣布主张台独 因为其实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但是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 台湾地区其实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你这样说法等于是主张台独 结果王帝宇就痛骂说 台湾对待马英九像是养老鼠咬布袋 我们可以看到是赖清德过去 他自己为了总统都不敢喊台独 结果现在却要别人出去帮他喊台独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 辉文哥这是在玩哪一招 这个连马前总统要出发的日期 都被绿营批评 他们说4月1号愚人节出发 就表示对马英九的羞辱 我不晓得这些人到底谁是愚人 观众朋友们要自己去判断 但是这个主持人是这样子 像这种像什么主权跟治权这些东西 我们要自己要点自信 我们中华民国现在在台湾这样子 这些年来 我们的主权跟治权 是不需要大陆或是习近平来认可 也不需要他批准 你们到底是那个观念是什么 两岸分革分支以来 我们在这边这是一个寄存的事实 我觉得马前总统他去年到大陆 他第一次到大陆然后去记住 然后今年才有机会跟习近平见面 各位观众朋友 我心里是非常的不平衡 而且非常的难过 你看这个当年 这个四季的会面在新加坡 为什么刻意选在新加坡 为什么刻意选在第三地 那两岸的领导人这样的历史的会面 这不美吗 这非常好 这是蔡英文跟赖清德 李登辉 陈水扁 他们都做不到的 但是马英九做到的 这是两岸的领导人的历史会面 那你现在回头来看说 2015年的这个历史会面 当然他们只有这个 礼貌性的会晤跟聚餐 并没有签任何的这个政治上的文件 或是协议等等 但是已经被骂死了 观众朋友你知道吗 当天马英九是立刻搭背机回来 不能过夜 过夜还得了 你是不是偷偷跑去习近平房间 你就知道民进党 这些人真的是变态的可以 好 那我们看这个历史会面结束之后 在下个月要在北京会面 那习近平他依然是大国的领袖 那我们的这个马英九 他已经变成了一届平民 那我请问你这样的会面的意义在哪里 习近平他还是大陆的领导人 可是我们的马前仲 他已经卸任 他就是一般的老百姓 那所以说这个马习二会 我跟大家讲的 我的意思说 这个相见恨晚太晚了 好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个去年的 整个大选的过程 包括1月13号的投票 结果我就不再赘述了 但是观众朋友 他理论上是应该是一个 蔡英文总统八年执政的总结 蔡英文的路线走了八年 马英九在2008到2016走了八年 应该是两个路线 两个大党的路线对决才对 所以你看到这个郭成兄的这个科主席 科主席说我如果当选总统 我的军事外交走小英的路线 那柯文哲拿了26% 赖清德拿了40% 所以是66% 我如果这样解读 他是66% 他的军事外交 要走蔡英文的路线 侯友宜拿了34% 33%多 可是我问你 侯友宜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他走的是马英九的路线吗 很显然不是 那为什么马英九路线 在总统大选缺席了呢 当然就是怪朱立伦跟侯友宜 那你们在选什么呢 然后你看选前之夜 马英九是不能上台的 大家都忘了吗 那前面讲 马英九说我没有接受邀请 因为怕这个马英九的粉丝 愤而不投票 我没有接受邀请 可是选后萧续成承认说 是主办单位叫他们不要去 所以马英九是因此而不去参加 侯友宜选前 最重要的选前之夜 他上不了台 那我请问大家 现在你现在听我讲完之后 你觉得马英九在北京 跟习近平见面 那个就是为了见面而见面 那个整个意思都不一样 因为观众朋友 从2015年的马习会之后 这九年的时间 我请大家自己摸着心里想想看 两岸退步了多少 完全的退步 恶化 我刚刚听蔡政委员讲 我拳头都硬了 如果今天大陆有相关的试剂 可以送我们或是卖我们好了 我们台币多的是 外汇存抵好几千亿跟你买好了 那不就一天两天就解决了吗 蔡政委员说早上去下午就到那 不是又立刻检验不就解决了 你一天可以处理的事情 为什么要等一个礼拜呢 就很像当初疫情严重的时候 国台办说我们大陆的政策 我们不打复辟泰也就是BNT 那我们送你好了 我们蔡政府不要 等到后来慈濟台积电 他们把疫苗买来的时候 是已经9月 人家5月送你疫苗你不要 你要偷偷拖到9月三级警戒大家 等到9月才开始打BNT 那是为什么 就是你的意识形态作祟 人家送你你不要 日本送你你跪下来 美国送你你也跪下来 大陆送你你说人家假好心 疫情当头人命关天 民进党在跟你玩这个东西 那现在蔡正元讲那不是一样吗 大家人心惶惶叫你赶快比对 你跟我说要等一个礼拜 你要知道民进党的执政 害死多少人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俊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俊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